大家好,我是惠惠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硬菜 也是我家每年年夜饭上必做的一道菜 想要好吃,关键在于调糊 学会这两个小技巧,一次就能成功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这里是6两青虾仁 去掉虾馅,清洗干净 用厨房纸巾擦干 放入适量的盐 来一点胡椒粉 挤入一点柠檬汁,去除腥味 用手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 下面我们来调糊糊 打入一颗鸡蛋 我这个鸡蛋大约是56克 给它搅散 倒入60克的玉米淀粉 再次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成浓稠的面糊 提起打蛋器,拉出来的丝能停留一段时间才会消失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这个面糊活稀了是不行的 再加入一点点的料酒 30克的玉米油分三次倒入里面 每加一次都要给它搅匀 使这个油和面糊充分的搅拌在一起 每加一次玉米油都要充分的搅拌均匀 加入了食用油会越搅越轻松 使它们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最后搅成的状态呢,也是这种浓稠的面糊 搅拌均匀,把虾仁放入里面 用手抓拌均匀 充分的搅拌均匀,让每一个虾仁都裹上面糊 锅中倒适量的油 放入一双筷子 周围起密的小泡泡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 转成中小火 一个一个的把虾仁放入里面 都下进去之后,先不要搅动 等这个虾仁都漂浮上来,用漏烧给它翻动一下 这样子能让它收热均匀 炸至米黄色,先给它盛出来 油温升高,把虾仁放入锅里再复炸一次 给它复炸20秒钟,烹油捞出 这颜色非常漂亮 我们的软炸虾仁又做好了 看着是不是非常漂亮呢 我们可以来点自然粉调个味儿 这样会更香 这样做的虾仁,软酥软酥的,特别的鲜嫩 想要做好这道菜,调面糊是关键 只要注意视频中的几个细节 你也能一次成功 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 这个虾仁呢,被一层薄薄的面糊包裹着 吃起来非常的香 过年我家孩子呢,就爱吃这种做法 虽然是油炸的,但是一点也不会吸油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吧 喜欢后位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